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最近最夯的移民话题 那有很多亚洲妇女来美国生小孩 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专业的怎么说 根据我的了解就是海关你如果进来是生小孩 生小孩并在美国生小孩并不违法 外国人在美国生小孩并不违法 所以只是你入境的时候可能对海关的这个问答 可能要诚实的回答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政府不希望这些外来的 这个孕妇使用美国当地的一些资源 所以有时候他会要求说 你必须要提出证明你能负担的起在美国生小孩的费用 那基本上有一些客户也是来的美国生小孩 有一些甚至进来的时候 可能海关已经发现他们要生小孩 但是他又没办法阻止他入境 所以他可能给他一般我们所谓的B1B2B 对关光护照 对对对签证 会给六个月 那他可能要给他短一点一个月 但是如果你进来了以后 在这个有任何的状况 必须要延期 还是可以合法延期 然后留下来生小孩 当然要一个好的理由 比如说医生已经不建议你在坐飞机了 或者说你这个身上有什么疾病 可能要必须在美国生产会比较好 那这些都是合理的医疗的理由 可以在美国生小孩 所以生小孩本身并不违法 是看你怎么样这个入境 然后有没有这个应对海关的时候 有没有欺骗他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知道海关有很大的权力 所以他如果觉得怀疑说 你进来的目的跟你的签证可能不符 他可以就是把你所谓的递解出境 好遣返 所以周律师您会建议说 这些想有就是想有美宝的妈妈们 他们在面对海关的这个 以质问的时候 应该要采取诚实的态度 对这个是第一个原则 就诚实是第一个原则 然后一般来讲简单饿药 就是说通常建议客人不要讲太多 如果说人家问你 你的现在几点 你就说现在12点 不必要再去讨论说 我通常12点吃饭什么什么那些其他的 但是诚实是第一个原则 因为你如果被发现欺骗海关的话 那以后的后果就很困难再去correct 再去矫正 所以可能会被拒绝入境 对对对可能会被拒绝入境 那你这个欺骗海关以后 他以后他对你的答案也就不相信了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诚实为最高原则 那后简单饿药 那有时候不需要讲的 如果他没问你不需要自己去提供资料 但他问了就是诚实的回答 但是因为肚子是很明显一定看得到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诚实作答 对那只是说诚实作答之后就一定可以入境吗 还是说也会有 入境当然又回到海关他自己决定 他当下他裁量 像刚才提到有一些人就是 即使虽然他海关知道他生小孩 他也没办法拒绝他入境 甚至我们在 我记得有一次在 跟海关人员开会的时候 海关人员他自己的长官也提到 他自己觉得要么就不要让他进来 要么就让他六个月不要给他这种少于六个月的这种入境 不是这么合理 对因为你要么就不让我进来 那你不然就是让我六个月 但是很多海关会采取就是 要么给你三个月给你两个月 但是你进来以后可能还要再找律师 或者自己申请一个延期的动作 所以您刚刚提到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说他真的被海关裁量 说要缩短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 这样的情况下 是自己就可以申请就是延长这个Visa的期限 还是说要重新去驻外单位 还是要找律师 这个是Visa跟所谓的这个身份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你进入要上飞机到 譬如说洛杉矶来之前 你可能要去领事馆拿一张签证 那这张签证只是放在护照里面的一张贴纸而已 他现在中国有十年的五年的这种签证 那这表示这个期限你可以来来去去 但是你进入美国的时候 海关会在你护照盖个章 看你用这个身份可以待多久 甚至你可以上网在cbp.gov的网站上 可以查到叫做电子的i90的表格 从前我们来美国有张小白卡 现在这里好几年没有 因为它是电子化了 所以你可以上网去查到这个小白卡 那这上面的就是你的身份 就是可以待在美国合法待多久 所以你签证即使过期了 你的身份只要没有过期就没有问题 那签证你刚刚提到没错 签证只能境外单位做 但是我们现在进来了 譬如说孕妇已经进来可以待两个月 他可能需要四个月 我们需要再延期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是跟美国境内的移民局 去延长他的境内的合法身份 所以不需要去境外申请 只要在这边我们第一个i539的表格就可以了 那这表格当然你自己也可以送 就像报税一样自己可以做 或者可以找专业律师帮你申请都可以 所以听起来有一些要区分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你是普通的签证过期 固然是可以找住外单位 但如果真的是说你身份 就是说美国海关授权你来美国拘留的身份 时间不够的话 可能就是一的是自己申请539 或者是就要找专业的律师 那个就是你的身份 那身份我们知道可以延长 然后可以转换 譬如说你进来是旅游 你想要当学生 你可以转换 或者我们可以调整 譬如说非移民可以调整成移民身份 那就是办绿卡 譬如说你进来以后 男朋友跟你求婚了 那你决定住下来 那就是移民的签证 就是调整身份 那叫adjustment 那其他我们叫change of status 跟extension of status 那这些都可以透过 就是请律师协助的方式来完成 那像现在来美国生小孩 就是这个好像在美国当地 或是说就是无论是政府机关 或是公民 大家也有不同的声音 那也有人在就是 好像以前共和党有提出过说 要修改这个法律 你说在美国生baby 那这个部分 还是说修一些门槛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会有点困难 因为在美国生小孩 这个当地出生的小孩 就是美国公民 这法律是宪法的保障 所以这个法律要推翻的话 基本上要修宪 那修宪我们知道美国修宪案 我记得只有20多条 前面10条是刚通过的 这个Bill of Rights 就刚通过就有了 所以后来美国这200多年来 只有修过10几次 所以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 那而且这个东西 当然也有不同的生涯 有人说当初通过这个 是因为当初移民来 可能要坐船 好几个月再来 然后这个生了小孩 你要在家回去 或怎么样很麻烦 那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 坐飞机来生了又走了 那这个其实 当然这个 现在这是法律的规定 所以要推翻 我觉得相当的困难 所以目前来讲 应该这个法律会继续存在 而且甚至现在有的人 据我的了解 有的人甚至也不需要 来美国生小孩了 有的他就这个 所谓的科技的发达 有人用这个代孕 这个代理育母 对 那就是把这个小孩生 就把这个精子跟卵子 放在这个代理育母里面 在美国出生的 他也是美国公民 然后这个小孩 有爸爸妈妈的DNA 但是妈妈也不需要去怀胎 九个月 然后再 透过另外一个模型 身材也不需要去变形 或怎么样 所以就在美国 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变成的 相当新的这个 所以代理育母 在美国是合法的吗 我的了解是合法的 听起来下次有别的 有趣的话题可以讨论 但是有时候也有纠纷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 当然就是 影响蛮大的 对对对 这科技跟法律的这个 九个月十个月 然后伦理上也有一些 对有时候他说不要 最近看一个新闻 就是代理育母 怀在七八个月了 那爸爸说我不要了 或者说 爸爸不要这个小孩 对对 那怎么办 那这个妈妈 这个代理育母又有感情了 对对 反正这个就是 甚至说代理育母之后 是不是可以继续跟小孩联络 是 有点像真正金子 对对对 这些是还蛮多问题的 是 对 那听起来 我们就是做个总结 就是说 好像就是 来美国要生小孩 如果有想要来美国生小孩的话 原则上 提到两件重要的事 一个是要诚实 是 对海关要诚实 是 回答要简要 是 简单扼要 然后 不多提别的 然后第二点 其实要证明自己有钱 是这样吗 你至少必须要足够的资金 因为这个跟 这个跟旅游或者申请学生签证 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说 因为你不能在美国打工 是 那你就可能要有足够的金钱 让你可以来旅游 或者来读书 那生小孩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怕 你用到美国政府的资源 所以您最好能提供 您这一次 就是来生小孩有足够的资金 来付这个医药费 那甚至 有的人这次没有 可能没有问到 下次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也有客人反映说 被海关问到说 上次你生小孩 是不是自己付费的 所以如果 你有在美国生过小孩 你可能把这个之前的收据也要收好 OK 那就下次如果海关有问到的话 或有人问到的话 你有足够的证据提出来说 你这个上次的这个生产也是自费的 OK 听起来我们现在有一些 比较清楚的轮廓 那基本上就是诚实为最上策 然后就是你要有足够的money 然后prove that 你来美国 不会使用到美国的福利 那你就可以合法的生一个美国保护